欢迎大家收看美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越来越多的参议院民主党人质疑拜登的以色列战略 朝鲜核战争的风险正在上升 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前对哈利发动种族攻击 美国民主党人敦促拜登政府关注以色列加沙行动中的平民伤亡 共和党众议员萨拉扎尔以民主党人对古巴的观点而阻止他参加听证会 请大家收看 越来越多的参议院民主党人质疑拜登的以色列战略 华盛顿邮报 五名参议院民主党人在周五签署了一项将援助以色列与其遵守国际法联系在一起的措施 使得共同发起人总数达到18人 本周早些时候 11名参议员投票支持了由参议员伯尼 桑德斯提出的一项法案 旨在迫使拜登政府审查以色列可能存在的人权侵犯行为 自从加沙战争开始已经过去100多天以来 建制派民主党人对以色列进行批评或反对的意愿日益增长 这标志着该党在政治上的转变 来自摇摆州的参议员 包括乔治亚州 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 已经签署了其中一些措施 因民意调查显示 年轻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选民 对拜登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方式表示明显的不支持 朝鲜核战争的风险正在上升 彭博社 根据学者罗伯特 卡林和西格弗里德 赫克尔的说法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做出了与美国开战的战略决定 这对学者认为 金正恩最近的讲话中威胁要彻底消灭美国及其盟友 表明他认为核武器是他毁灭的珍贵利监 卡林和赫克尔认为 朝鲜半岛的局势可能会演变成一场重大的国际危机 在冷战结束后的30年里 金家三代一直寻求与美国达成协议 认为核武器是必要的以遏制入侵 然而 金家现在认为美国将永远试图消灭他们 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谈判 在2018年和2019年以失败告终 金正恩决定美国只对去核化和核英感兴趣 因此 朝鲜已经恢复了核试验 并以加快的速度制造核弹和导弹 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前 对哈利发动种族攻击 华盛顿邮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关键初选前几天 对共和党对手尼基 哈利发表了一篇带有种族主义攻击的言论 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 称哈利为尼姆布拉 这是他出生名字的拼写错误 特朗普的帖子暗示 哈利由于父母的移民身份 而无资格担任总统 这一说法是错误的 哈利最近表示 美国从来都不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 特朗普过去常常利用对手的名字或背景 来使他们听起来像外国人 特朗普过去曾使用种族主义言论 包括关于巴拉克 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的虚假说法 民权领袖谴责特朗普的言论是种族主义的 哈利一再捍卫 美国不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的观点 美国民主党人敦促拜登政府 关注以色列加沙行动中的平民伤亡 雅虎 超过60名众议院民主党成员 包括爱安娜 普雷斯利和杰米 拉斯金 签署了一封信 敦促拜登政府强烈反对 迫使加沙地区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这封信呼吁美国政府澄清 政府在其额外的人道主义和安全资金请求中的条款 并重申其阻止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的承诺 美国国务院表示不会对国会的通信发表评论 但重申在加沙内外持久的强迫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拜登总统还要求额外提供140亿美元 共和党众议员萨拉扎尔因民主党人对古巴的观点而阻止他参加听证会 雅虎、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马利亚、埃尔维拉、萨拉萨尔 拒绝允许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巴巴拉 已参加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 原因是李对古巴的观点 微软高管的电子邮件被与俄罗斯情报部门有关的组织黑客攻击 纽约时报 据微软公司称 一个由俄罗斯情报部门赞助的俄罗斯黑客组织于去年11月底 开始获取了一些微软高级主管的电子邮件 这个名为午夜暴风雪的组织过去曾针对多个组织进行攻击 包括2015年的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2020年的SolarWinds 微软表示 黑客使用了一种称为密码喷洒的基本策略 即在广泛的账户上尝试常见密码 以获取对企业电子邮件账户的访问权限 微软表示 没有证据表明该组织能够访问客户环境 生产系统 原代码或人工智能系统 海利对特朗普的谎言太多攻击来得太迟太少了 华盛顿邮报 在周五的福克斯新闻采访中 尼基、黑利指责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和现任总统乔拜登对美国人民撒谎 尽管黑利的言论可能反映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谎言的批评日益增长的趋势 但在2024年的竞选中 这已经太晚了 共和党拒绝批评特朗普关于2020年选举的虚假说法 使得这种信念在党内滋生 使得像黑利和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提斯这样的共和党人难以击败特朗普 首都队与AVXCI Protests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合同延期 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首都队与边峰阿利亚克谢 普罗塔斯签署了一份为期五年价值1687.5万美元的合同延长协议 这份合同将于下个赛季生效 年均价值为337.5万美元 普罗塔斯在42场比赛中创下了18分的个人职业生涯新高 距离他的个人职业生涯最高进球数字差一个 他原本将在本赛季结束后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 现在他的合同延长至2028-2029赛季 拜登和内塔尼亚胡终于进行了对话 但他们对结束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愿景仍然存在冲突 雅胡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终于在周五进行了对话 此前两人之间几乎有四周的直接沟通中断 期间关于加沙冲突结束后 巴勒斯坦国建立可能途径的根本分歧已经显现出来 拜登及其高级助手几乎对内塔尼亚胡给予了权力支持 即使面对全球 对以色列在10月7日袭击事件后进行军事行动 导致平民死亡人数增加和人道主义困境的谴责 但两位领导人的关系越来越显示出紧张的迹象 因为内塔尼亚胡一再拒绝拜登关于巴勒斯坦主权的呼吁 这阻碍了美国总统认为是解开中东持久和平之要的关键 常被提及但难以实现的两国解决方案 微软表示 俄罗斯政府黑客窃取了其领导人的电子邮件 华盛顿邮报 微软披露 俄罗斯政府的黑客在11月份入侵了其企业网络 窃取了其网络安全和法务部门高管和员工的电子邮件 这次入侵采用了密码喷洒攻击 攻击者在短时间内对多个用户账户尝试常见密码 微软表示 此次入侵与其软件没有任何缺陷有关 并且尚未发现黑客访问了客户环境 生产系统 原代码或人工智能系统的证据 同一黑客组织还曾在2020年底披露的 SolarWinds入侵事件中活动 共和党人团结一致支持特朗普 他正努力确保第三次提名 雅虎 共和党人迅速团结在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重返白宫的竞选中 这表明越来越多人一致认为 他的提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路易斯安大州立法者通过了新的国会选区地图 其中包括第二个黑人多数选区 美联社 路易斯安大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新的国会选区划分方案 其中包括了第二个黑人多数选区 这一变化可能会使民主党在国会中多获得一个席位 共和党一直反对华社另一个少数族裔选区 他们认为2022年的选区划分是公平和符合宪法的 然而 在这次特别立法会议上 由于共和党表示 他们的手被即将到来的1月30日法院强制期限 和担心一位由前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提名的联邦法官 会在立法者未能完成任务的情况下重新划定选区 这一选区划分方案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美国寻求对特朗普顾问纳瓦罗在1月6日藐视案中判刑 华盛顿邮报 联邦检察官要求对前白宫贸易顾问彼得 纳瓦罗已藐视国会罪判处6个月监禁 纳瓦罗在9月份被判有罪 因为他拒绝在收到众议院传票后提供文件或作证 检察官便称纳瓦罗拒绝与调查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的众议院委员会合作 将政治置于法治之上 纳瓦罗的律师要求判处缓刑 称纳瓦罗真诚地相信前总统特朗普已经行使了行政特权 特朗普法律新闻简报 破产法官表示 朱利安尼可以对给予乔治亚选举工作人员的1.48亿美元赔偿提出异议 雅虎 纽约一名法官表示 鲁迪、朱利安尼可以寻求第二次审判 以对抗对他诽谤两名乔治亚选举工作者的1.48亿美元判决 但警告他的请求可能不会被批准 去年12月 陪审团裁定朱利安尼通过虚假声称 他们在2020年犯下选举舞弊行为来诽谤了这对夫妇 这位前纽约市长还因Dominion投票系统向他提起了13亿美元的诉讼 并因为支付法律费用而被一名前律师起诉 在诽谤案中的法官还指出 朱利安尼试图利用破产程序来逃避支付判决的尝试可能会失败 一位市场营销教授告诉法庭 唐纳德 特朗普对专栏作家一穷 卡罗尔的人格进行攻击造成的生育损害将需要花费720万至1210万美元来修复 该教授分析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影响力以及媒体对他对卡罗尔声称他在上世纪90年代强奸他的否认的报道 特朗普的律师便称他没有毁坏卡罗尔的声誉 并且他自称遭受袭击后仍然在职业上取得了成功 卡罗尔正在寻求另外1000万美元的赔偿损失和数百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纽约的一名法官警告特朗普 如果他继续评论依穷卡罗尔的证词 他可能会被驱逐出法庭 法官已经指示特朗普的律师要求他的客户在审判期间保持沉默 卡罗尔正在起诉特朗普要求获得1000万美元的赔偿损失和数百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原因是在他指控他强奸他后他发表了诽谤性言论 今年5月陪审团裁定特朗普在该事件中诽谤了卡罗尔并判给他500万美元的赔偿 争夺第二名哈利在新罕布什尔州努力追赶特朗普 金融时报 尼基 黑利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上令人失望地获得第三名后 将希望寄托在周二的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上 与爱荷华州不同 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是开放式初选 意味着注册的共和党人和独立选民都可以参与投票 黑利获得了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克里斯·苏努努的支持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 上周五来自他自己家乡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蒂姆 斯科特正准备支持特朗普 新罕布什尔州最新的538民调平均数据显示 特朗普获得了约47%的可能共和党初选选民的支持 黑利获得了约34%的支持 在爱荷华州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以微弱优势击败了黑利 获得了第二名 他只获得了5%的支持 这使得黑利声称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与特朗普展开了一场两人的竞争 并在最后一波竞选中与前总统争论不休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近期的重要新闻 首先 越来越多的参议院民主党人对拜登政府的以色列政策表示质疑 这些民主党人要求以色列遵守国际法 并对其人权侵犯行为进行审查 这标志着民主党在以色列问题上的转变 并反映出年轻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选民 对拜登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不满 其次 朝鲜核战争的风险正在上升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威胁要彻底消灭美国及其盟友 这表明他认为核武器是他毁灭的珍贵利件 朝鲜半岛的局势可能会成为一场重大的国际危机 金家三代一直寻求与美国达成协议 认为核武器是必要的以遏制如亲 然而金家现在认为美国将永远试图消灭他们 朝鲜以恢复核试验 并以加快的速度制造核弹和导弹 再者 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前对哈利发起种族攻击 特朗普对共和党对手哈利发表了一篇带有种族主义攻击的言论 特朗普过去经常利用对手的名字或背景来使他们听起来像外国人 这次事件引起了民权领袖的谴责 最后 微软的高管电子邮件遭黑客攻击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关 根据微软的声明 俄罗斯黑客组织在去年11月份开始获取了一些微软高级主管的电子邮件 这次攻击使用了一种称谓密码喷洒的策略 黑客在广泛的账户上尝试常见密码 以获取对企业邮件账户的访问权限 总结来说 这些新闻都涉及到国际政治和安全的重要问题 在以色列问题上 民主党内部出现了分歧 这反映了不同选民群体对拜登政府的期望不同 朝鲜核战争的风险上升 这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来缓解紧张局势 在美国国内 种族问题仍然存在 需要更多的努力来实现平等和多元 而黑客攻击则提醒我们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我们应该加强保护个人信息和企业数据的安全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本文翻译由考拿翻译官完成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